这些是超级的,这些应该是你的 打基础,因为唐大叔今年的马上就要40岁的人了 所以我想这几样东西吧 如果能做到的话,先点上烟啊 最后两根了,抽完就没了是不是 说的有点心虚啊,但是 想办法 对吧,戒烟大家说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每年都戒好多次嘛 那就是不成功对吧 所以今年第一件事情把烟戒了 另外的话,这是大家看到这个视频 是唐大叔的第二个YouTube频道了 专门拿来讲呢,跟大家分享吧 唐大叔做social media YouTube 走了不少,弯路也有一点心得 那在这个频道跟大家分享 咱们主频道还是继续主要讲吉普啊 车评啊,吉普相关的东西 另外的话,我可能主频道的那个 唱谈吉普Live Q&A也放到这里 因为那个节目如果做得多的话 我不想太刷屏对吧 那种一般做的比较长一点 最主要是为了咱们现场的朋友 互动聊天和大家多接触的 所以放到那个频道可能太多了 我也放到这个频道上,好吧 那简单介绍完之后呢 咱们讲讲今天第一个想聊的 我觉得做你自己想做的东西 每个人都有兴趣爱好 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呢 你不需要太听别人的意见吧 以前的话什么中国很流行讲对吧 高中的时候就想热门专业啊热门 现在没有这个概念了 你四年大学时间 你入学的时候什么热门专业 四年以后世界变得乱七八糟了 所以但是每个人他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吧 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其实你如果网络你喜欢《红楼梦》 你研究的很深很透 你可以完全讲这个 你可能意想不到的 会有很多人会去看 所以做你自己感兴趣想做的 不要去太过于追随别人的东西 对吧 不断的尝试 做了之后呢 如果人家反馈说我喜欢看 那你就多做这样子 如果大家提出别的东西 那你就慢慢就会有方向 所以第一步永远是做自己想做的 哈哈 新年新希望 唐大叔呢 也会布置一下自己的办公室那一部分 所以现在去打印一些照片 去取照片 都是我这次去年年底去基普探险的照片 希望下一次可以快点再去 对吧 那咱们再说第二点 对吧 刚刚说了第一的话呢 我们是做自己喜欢做的 等你有一定基础之后呢 其实你做的就是为大家来做了 你自己看 因为这个圈子是你自己的 又回到第一条 你要自己做的开心才会长久 长久的话才会有效果 那第二的话呢 如果大家有建设性的意见 或者是有一些问题什么呢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素材去做了 对吧 到了 London Jacques的printing center 这次去美国玩的照片 准备在我办公室装修装饰一下吧 这个2018年到了 新人新细相 好多啊 看印的效果怎么样 哦 还是不错的 哦 还是不错的 边上我故意留了白边 因为各种 不是一个大小的 2乘4啊 16比9都有 下次大家来找唐纳书的时候呢 我的那一个地方就会变得更漂亮 还印了几张特别大一点的 啊 基本上大的路线 哈哈 6500公里一圈 这个最值得纪念卢比坑小道的 第一次去的 对吧 哦 这是我觉得去的最漂亮的公园之一 最喜欢的照片之一 当然照片看不出来 现场真的很漂亮 很大很大的一个峡谷 哦 还有这张我也很喜欢的 第一次就一个人在荒山野岭 嗯 拍的那一张 嘿嘿 这几张特别拍的大一点 好的 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个频道唐大叔会讲 然后咱们一起从零 呃订阅人数到一千 一起充这个东西吧 那唐大叔新频道 主要讲这些social media的东西 社交媒体啊 呃 建立个人品牌啊 还有自己摄影摄像啊 所有的东西都给跟大家分享的 记录自己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social media 我觉得最大一个功能不是只是秀 原来大家都在秀对吧 但是还有个功能就记录自己 唐大叔也在记录自己 呃 今年就马上40岁了 记录一下自己从下半场吧 从职业人生啊 现在也是父亲了对吧 家庭啊所有东西 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都会有这个人生阶段 我就记录自己这个 一起呗 我们从零 现在唐大叔新频道还是零 我们从零冲到一千 好了先回店里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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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